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张阳路原生路的路口 张阳路是浦东早期为数不多的 没有以山东地名命名的马路 时间来到1958年 当时这里还属于浦东县 为了活跃城乡交流 这里说的城乡交流 也就是说当时的原生路这里还是农村地区 那么为了活跃城乡交流 就修筑了一条浦东南路阳家渡向东 经原生路浙南通往张家楼的梅渣路 因为是从阳家渡到张家楼的 所以取名叫张阳路 浦东开发以后 1994年才延伸到了京桥路 第1800半竹园新村 梅园新村原生体育中心 随着浦东开发的不断深入 现在的张阳路 已经是浦东一条重要的干线道路 顺着张阳北路一直延伸到了坏高桥 而张家楼的历史要上述到明朝万里年间 当时有一位张姓的天主教徒放弃了自己的北京户口 跟随徐光起迁居来户 并在此地筑楼定居 张家楼因此得名 并且成为了浦东最早有天主教徒的地方 清朝乾隆39年 也就是1774年 张氏后人在张家楼建造了小堂一所 后来历经多次修缮扩建 成为一座可容纳近千人的天主教堂 教堂的名称也定为耶稣圣心堂 不过广大的教徒仍旧习惯地称他为张家楼天主堂 张家楼由此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近代上海天主教的发祥地 张家楼南通北蔡龙王庙 齐通杨家渡交通便利 加之南有七王庙 北有青次养殿 香齐庙会热闹非凡 形成了甚为繁荣的农村极镇 如今随着浦东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 教堂早已搬到了洪分路 这里也建成了香榭丽花园等楼盘 留下的是当时教堂前的这棵一百多年的香葬树 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无声地向人叙述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 体现着城市建设中难以消失的文化传承 以及珍藏着的张家楼那一段显为人知的往事